回來帶您關心天氣 現在外頭各地的天氣 其實都還滿晴朗 但是也相對炎熱 像是新北市五谷 已經出現37度的低溫 提醒大家外頭逛逛的話 要特別注意這個防曬了 那當然下個禮拜天氣 我們要提醒 尤其在中秋節的假期時 要注意東北風增強的關係 所以北台灣會變成迎風 猶豫的天氣形態 那後半段要注意就是 會不會有颱風發展了 現在美國模式認為 可能會有颱風靠近台灣